继开放加拿大带骨牛肉进口台湾之后 未来民众还可以携带韩肉的泡面入境 最快今年三月底就会实施 不过还是有医师担心会有狂牛症治病的风险 不少人加班熬夜喜欢吃泡面补充体力 而未来民众还可以从国外携带任何喜欢吃的牛肉口味 素食面素食粥或固状粉状的汤类及其调制品 因为农委会防检局一月底预告修正 寒肉加工产品之输入检疫条件 将放宽限制规定 也就是不必再对狂牛症的牛海绵状脑病BS1做检疫 我们经过风险评估 认为这个对国内的动物防疫检疫的安全 完全没有什么影响 防检局表示常接获民众抱怨 出国玩不能带寒肉泡面入境 而且经过评估 含肉条理包传染动物疾病的风险极低 因此才会决定修改相关法令 不过有医师担心 万一业者为了节省成本 购买廉价 而且又是狂牛症疫区的牛肉进行加工 可能就有狂牛症的致病风险 狂牛症它主要是变异蛋白质 这种变异蛋白质的话 你至少要加这130度以上 而且联系18分钟 才有可能把它破坏掉 不过防检局强调这项新规定 已经送到世界贸易组织WTO审议 若是会员国无意义通过 最快今年三月底 国内就可正式实施 记者赖市民徐启峰台报道